这是洛基一生中最无语的时刻 曾经他们争个你死我活的无限宝石 此刻在时间管理局竟然到处都是 而且当他得知了宝石甚至被用来当垫脚石 洛基再也坐不住了 他身为天神的世界观此刻彻底崩塌 而看着大厅中央标志着不同时间线的一起 震惊之余洛基也发出了内心的疑惑 时间来到2012年的纽约大战 复联众人刚刚合力制服了诡计之神洛基 然而就在他们收好魔方准备离开这里之时 手提箱却被穿越而来的原一脚踹走 随后托尼瞅准时机将其顺跑 本以为计划进展得非常顺利 可就在转角处托尼却被愤怒的浩克撞倒 而宇宙魔方则再次滚到洛基脚下 于是他二话不说便启动了空间传送 然后从天而降 随机落到荒无人烟的戈壁滩上 此时几名当地的居民围了上来 洛基健壮则立马站起来宣导主权 却不料对方压根听不懂自己的语言 而这时一道传送门突然出现 紧接着从里面走出了四名时间卫士 他们此行的目的就是为了逮捕洛基 因为他随意地使用魔方穿越时空 已经彻底沦为了一名时间犯 然而面对士兵们的持枪威胁 洛基差点荡场笑出了声 他表示自己可是阿斯加德的王子 是大名鼎鼎的诡计之神 然而就在他准备给对方一点小小的教训时 结果下一秒 那诡异的魔杖竟然将洛基放到了16倍 而且疼痛感丝毫不会减少 等女人给他带上了一只项圈过后 他周围的时间留宿这才恢复正常 随后两名士兵上前将其擒住 而另一人则在地上安装了神秘柱体 接着便将破碎的时间线恢复正常 就这样洛基被他们带回到时间管理局 眼看他此刻还想趁机逃跑 士兵却不慌不忙地用遥控器轻轻一按 洛基不信邪还想再次尝试 但结局却依旧如此 这时他才意识到是脖子上的项圈所致 无奈只能放弃反抗被对方扔进了监狱 等四周的灯光亮起 一个长相憨态的机器人出现在洛基面前 并且上来就要对他动手动脚 然而面对洛基的严厉制止 那机器人却淡定地掏出一把闪光棒 不等他反应过来 接着下方的地板就突然发生坍塌 而洛基也顺势被穿上了一套球服 这时面前的工作人员让他抓紧签字 因为上面都是他一生中说过的废话 洛基刚想出言反驳 可那打印机却再次打印了一张 没办法他只好立马签字 之后通过检测证明了自己不是机器人 洛基终于来到了一个大厅 可此处明明只有两个人排队 但保安却一味地让他取票倒戴 这让本就在气头上的他无法忍受 然而就在他即将爆发之际 却看到长发男被保安瞬间泥灭 于是洛基立马就安静了下来 可这时墙上的电视突然打开 而上面播放的正是时间管理局的宣传片 原来就在多年以前 宇宙爆发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战斗 致使无数时间线乱作一堂 形成了人们口中的神圣时间线 而从那之后 一旦有人扰乱秩序创造出新的时间线 那么此人就会被定义为时间犯 而时间管理局的存在正是为了抓捕他们 然后将他们带上法庭接受审判 就这样洛基被带到了审判大厅 可当法官询问他是否认罪之时 洛基却表示这一切并非自己的本命 而真正的时间逃犯 是复联四中正穿越时空的复仇者联盟 要抓也应该先抓他们 然而法官却告诉洛基 复联的所作所为都是应该发生的 而你的逃跑却属于扰乱时空 此话一出洛基差点就笑尿了 他不明白自己身为诡计之神 为什么要和人类在这解释半天 于是便立马摒弃凝神释放出魔法逃生 可结果非但没用 自己还反而遭到士兵们的疯狂嘲讽 原来在时间管理局内所有的魔法都会失效 然而就在士兵刚想带他去重制之时 一个白发老头却突然打断了审判 而此人正是分析师莫比乌斯 他希望法官能够给洛基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 因为眼下有个时间犯需要他去帮忙逮捕 于是在老莫的恳求下洛基暂时捡回一命 可他刚走出审判大厅 洛基就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 他看到窗外无比繁华的高科技大楼 转头就质问老莫这里不是不让使用魔法吗 可老莫却表示这并非魔法 而是人类文明的高度体现 随后便将洛基带到了自己的办公室 然而就在他还想从背后偷袭对方时 却不料老莫竟也有时间重置起 这下洛基是彻底服气了 之后老莫打开一旁的投影装置 而上面播放的正是复联翼他被打败的场景 可这些在洛基看来根本算不上什么 他一再强调自己可是诡计之神 然而当老莫将画面切换到为十二的片段 洛基看到因为自己的狂妄自大 致时一直疼爱他的羊母惨遭杀害 于是他再也无法忍受 只见洛基抄起板凳就猛地扔了出去 而老莫见状则立马按下时间重置起 之后还没等二人缓过神埋 那门外的时间卫视就闯了进来 他告诉老莫又有一只小队遭到袭击 就在老莫返回办公室的关键时刻 兄弟们先听我一句全 别再为了脱单而脱单 找个懂自己的没那么难 点击右侧评论区牵手 里面都是清纯可爱三观正的女孩 还能利用大数据分析定点 推送百分百对你有意思的女孩 目前已有将近120万人在牵手脱单了 这白领圈都在用的交友软件 你确定过来试试 洛基便向对方坦白了一切 他表示自己就是个十恶不赦的混蛋 即使拥有了宇宙魔方 也并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神 但老莫却不这样认为 随即便说出了自己保持他的理由 原来在最近的一段时间内 一名时间犯进三番两次的设计杀害时间卫视 尽管他们组织了上百次搜查 但结果都是空手而归 所以他这才希望对方能够出手相助 然而当洛基询问他为什么一定是自己是 时间来到了1858年 一支时间小队正执行任务之时 发现了一枚远古时期的终极武器 很显然这并不属于当前的时间线 而且就在同一时刻 队长还在地上闻到了大量食用 然而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怎么回事 不远处一个神秘人就突然出现 并且手中还提着一盏油灯 士兵们健壮立马掏出武器迎敌 可那神秘人却突然点燃大火 随后火焰如猛兽般汹涌而至 就这样几名时间卫视全部葬身火海 而且临走前他还顺走了地上的时间重置起 另一边时间来到了1985年的威斯康中 C20带领小队检测到时间范的声音 然而等他们小心翼翼地走进帐篷 那四周的喇叭却突然开始播放音乐 而神秘人也再次出现将他控制了起来 之后伴随他摘下了头盔面杖 接着便毫不留情地对自己的伙伴下手 于是在解决掉最后一人过后 C20也跟着晕了过去 然而还没等男人反应过来怎么回事 那神秘人就再次捕刀将其放跑 之后他不仅拿走了地上的时间重置起 甚至还开启传送门将C20掳走 因为此次事件的恶劣程度 他们为了能尽快地抓住那名头发 时间管理局还聘用洛基成为高级顾问 可由于神秘人的形态并不稳定 队长只知道那人是其他时间线的洛基 却不知道他的真实形态 也就是说对方有可能是冰霜洛基 运动员洛基 甚至还有可能是野兽矮人王洛基 于是众人便立马来到案发现场 可此处除了几具尸体并无任何意义 然而就在小队成员准备打到恢复时 洛基却突然喊停了众人 并且还一本正经地表示 只要他们走出这扇大门 那么下场就会和地上的尸体一样器材 不过身为探员的老莫也不是吃素的 他一眼就识破了洛基的诡计 并且还当场指明这祸只是在拖延时间 于是便立马让手下离开这里 而自己则安装重置器恢复了当前10坡 等他们回到时间管理局后 审判长就立马找到老莫 因为此次行动洛基表现得极不配合 导致审判长对他十分不满 所以他认为应该立即执行重置计划 可老莫却表示虽然洛基十分狡大 但他们当前确实需要对方的帮助 并承诺只要他再赶出什么幺蛾子 那么自己就会亲手将他删除 之后老莫将洛基带到了档案室 因为他要用对方独特的视角 看看能不能发现犯人洛基的下一站目标 而经过一番审查过后 洛基果然不负众望地发现了猫腻 他注意到对方的每次作案 都是将时间线选在末日来临之前 二人立马来到公元前97年的庞贝城 之后洛基不仅放走了慕名的牛羊 甚至还大声叫嚣说他们即将全部灭亡 眼看后方的火山突然发生爆炸 可老莫却看到时间线并没有增多 很明显洛基的理论是完全正确的 于是他们立马回到时间管理局 在经过一通翻箱倒柜过后 洛基终于找到了最近的一次末日时间线 而老莫则来到领导办公室 他希望对方能够派兵支援 看到一向平静的手下此刻竟如此激怨 审判长也终于答应了对方的请求 就这样一支特殊的时间小队顺利组建完成 随后洛基便跟随众人来到了案发现场 而这里正在遭受暴风的洗礼 进入超市后一行人决定分头行动 但殊不知他们的一举一动 都在时间犯洛基的注视之下 之后洛基和队长分到了一组 然而正当他们小心翼翼地搜查之时 却发现一个奇怪男子正在挑选职务 等黑妹来到了对方跟前 那小伙却突然一把将其拽住 之后伴随一阵绿色能量少过 说罢便又附身在了导购员身上 而与此同时 老莫他们也终于找到了C20守卫 不过他的状态似乎十分反常 然而就在众人准备带他回去之时 C20却表示自己不小心说出了管理局的坐标 以及能找到时间守护者的方法 而洛基这边则继续跟踪希尔维 可当他一转头却发现 那周围的货架上竟摆满了时间重置起 而这时洛基也终于意识到一切 原来对方将他们引到此处 就是为了将时间守卫一网打尽 然而还没等洛基缓过神来 一名壮汉就突然将他踹倒在地 很明显希尔维又换了附身对象 只见他一脚就将洛基轰飞出去 在他面前轨迹之神 竟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好不容易从获架取来一枚铁饼 但却因为力量悬殊 最终还是被打倒在地 洛基嘲讽希尔维不讲武德 有本事献出真身和自己碰上一碰 结果下一秒又被对方狠狠地轰飞出去 而解决掉所有阻碍过后 希尔维立马启动了时间重置器 接着壮汉不自觉地倒地不起 相伴的一个神秘人突然出现 然而等他退去头盔过后 发现对方竟然是一个女版的洛基 之后伴随倒计时结束 那柜台上的所有重置器同时启动 他们一个个纷纷消失在时间的场合 而与此同时 神圣时间线分裂出无数分支 工作人员立马慌忙地向上击反应 而当审判长看到时间线被攻击时 他拿上武器就准备加入战斗 希尔维这边则淡定了输送空间坐标 接着打开传送门便果断离开了这里 此时眼看老莫正飞速地朝这边奔来 于是在三考虑之下 洛基还是决定跟随希尔维一同离开 而与此同时在时间管理局内 时间守卫正全体出动去保护时间线 然而等他们前脚刚走 接着希尔维就通过传送门来到了这里 他刚想利用魔法控制一名守卫 却发现在这里自己的法术竟完全失效 没办法他只能通过武力消除对方 可这一举动却隐瞒了大批守卫 于是他们二话不说便打了起来 虽然对方的人都是重 可面对身法灵活的洛基竟丝毫没有办法 最终几个回合下来便被对方通通解决 然而就在希尔维一路杀到老板办公室时 手持武器的洛基却突然赶到 他希望对方能够考虑和自己合作 但希尔维压根就看不上他 于是他们二话不说便打了起来 过程中洛基还不死心 然而就在他们打斗的过程中 审判长盖着手下突然赶到 希尔维见状立马劫持住洛基威胁对方 却不料审判长压根就不再火 眼看他即将朝这边冲来 洛基则立马启动了空间传送 随后二人一同调到了未知领域 希尔维本想通过控制器返回时间管理局 却不料设备早已没电 没办法他们只能先合力去寻找充电器 然而等二人走出帐篷过后 彻底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 原来他们此时正身处2077年的拉曼迪斯 这里即将会和一颗行星相撞 眼看无数火球疯狂地朝他们砸来 洛基只好带着女人躲进了一处废墟 过程中希尔维尝试用魔法控制洛基 但奈何对方的精神力比自己还强 所以最终只能以失败告终 之后他们立马去寻找充电装置 然而等来到一处小镇之时 却发现所有的居民都已逃离此处 好不容易找到一位病重的老妇女 但对方二话不说就将他们风飞出去 洛基本想尝试用美人计征服对方 却不料下一秒 虽然他们的一路坎坷 但二人最终还是找到了一艘逃生飞船 随后洛基变成工作人员的模样 并以押送犯人的名义带着希尔维成功混了上去 由于一路上二人相互扶持 所以希尔维对洛基的态度也慢慢发生改变 于是等他们即将到达目的地时 希尔维说出了一个惊天秘密 原来他从探员C20的脑海中读到了许多信息 其中就包括所有时间卫视的来源 他们并不像老莫说的那样是时间守护者创造出来的 而是和自己一样的时间反思 此话一出洛基瞬间就惊呆了 很明显时间管理局正经历一场谎言 所以他必须尽快将这一消息告诉网络 洛基因为误闯时间管理局 竟被后方的审判长无情删除 然而等他醒来过后 却发现自己并没有死掉 而是被传送到了一片虚无之地 因为此处是时间的尽头 所以被制裁的人都会被传送到此处 然后再被黑云艾利奥斯吞入腹中 而洛基刚起身就看到不同形态的自己 于是一脸懵逼的他只能跟随众人前进 过程中他得知了所有人都是洛基 并且来自不同的时间线 之后为了躲避艾利奥斯的追捕 他们只能悄悄地前往洛基基地 然而当他了解到小洛基才是此地的国王 于是立马询问为什么是这伙当国王 很快他们便来到了目的地 之后老洛基用魔法打开盖子 接着四人便陆续钻了进去 然而等镜头向下一动 发现土里不仅埋着雷神之锤 甚至连雷神索尔也被困其中 而与此同时 女洛基这边也被时间为时包围 于是他立马飞奔来到脚台 接着二话不说用重制器将自己清除 虽然在主宇宙中洛基被灭霸活活掐死 可另一个时间线的洛基却利用魔法瞒天过好 他表示自己创造出一个同样的分身 不仅灭霸心里为真 就连清歌的索尔也丝毫没有察觉 于是在大战结束过后 他便摒弃所有隐居于世 在一颗偏远的星球过着孤独的生活 然而当洛基询问他为什么会被时间管理局抓住 老洛基却表示是自己活够啊 所以在寻找索尔时故意被对方抓住 而轮到壮汉洛基时 他表示自己不仅征服了美队和钢铁侠 甚至还集齐了所有的六颗宝石 这让一旁水盆里的鲨鱼洛基打到共同 因为他只是吃了邻居家的猫就被管理局清除 所以他认为对方绝对是在吹牛 于是他们二话不说便打了起来 老洛基瞅准时机一把将他扔进盆里 而这时洛基则表示 既然他们所有人的宿命都是相同的 那还有必要怕那团魔云吗 何其力来将他干死不就完事了 此话一出引得众人哈哈大笑 就连后方的小孩也差点笑出了声 洛基健壮也不想过多逼逼 于是他爬上梯子就准备离开着 然而等他打开上方的井盖过后 却看到上百只洛基正紧紧地注视着自己 之后洛基又被他们给带了回去 然而就在总统洛基以为胜券带握之时 却不料还是低估了洛基的本性 首先撞翰洛基反水劫持住小洛基 随后自己的手下也纷纷将矛头指向自己 在场的上百人无疑不想自己称王 可这时鳄鱼洛基一口咬住总统 之后伴随他的手臂被对方整个扯下 那场面顿时就乱作一团 他们没有目的地相互厮杀 而老洛基健壮则立马变出分身 随后释放魔法打开了空间传送 就这样他带着大小洛基成功离开了这里 可希尔维这边就没那么好运 还没等搞清楚自己身在何处 那黑云埃利奥斯就疯狂地朝他逼近 纵使他拼命跟跑 甚至用出魔法冻结时间 但他们之间的距离却还是越逼越近 好在关键时刻一辆汽车突然出现 并且在最后一秒成功将其救下 不过令希尔维怎么也没想到的事 那驾驶员竟然是探员老木 原来他为了帮洛基逃跑得罪了审判长 即便身为老员工但还是被对方无情删除 而洛基这边则来到附近最高的山峰 之后伴随一阵黄色能量闪过 那不远处一架上百吨的战舰竟凭空出现 眼看魔云埃利奥斯正不断地朝这边逼近 舰长则立马下令让舵手发动进攻 然而攻击非但没有 还反而将埃利奥斯的本体给吸引过来 于是片刻公主不要 那崭新的战舰就瞬间化为灰烬 这一幕把后方的三人都看白了 而与此同时 老莫也驾驶汽车找到了这里 等希尔维下车和洛基团聚之后 他表示自己已经搞懂了所有的武器 并且还声称埃利奥斯就是时间守护者的宠 只有将这回彻底解决 那么才能进一步找到幕后黑手 然而当洛基询问他打算怎么做事 这种想法把洛基都笑闹了 不过思来想去过后 好像他们确实没有第二种方法 可以抓住没有实体的埃利奥斯 而他之所以要透支生命创造出这般幻境 竟然是为了帮洛基拖延时间 因为先前女洛基在逃亡过程中接触过黑云 所以她坚信只要距离够近 就能释放魔法附身在埃利奥斯身上 而为了避免无辜人员受伤 于是她将重制器交给了洛基 而洛基则转手将她交给老莫 并表示自己会留下来和希尔维共进退 之后小洛基将匕首送给了洛基 老莫也进入传送门准备去摧毁时间管理局 于是等众人纷纷离开这里之时 那战场就还剩男女洛基二人 而此时远处的埃利奥斯也感受到挑衅 只见她不断胀大并且还释放闪电 刹那间整片天空都被染成了新红色 之后为了帮希尔维拖延时间 洛基则一无反顾地冲了上去 接着释放火焰吸引埃利奥斯的注意 而希尔维则尝试控制对方 眼看计划即将达成 可这时埃利奥斯却将矛头转向这边 纵使洛基在一旁拼命嘶喊 但对方却依旧不为所动 好在千军一发之际 一道绿光突然从后方闪过 相伴的阿斯加德凭空出现 而来袭者正是九届第一法师老洛基 如此震撼的场景才是真正的诡计之神 眼看无数高楼拔地而起 就连黑云埃利奥斯都被其吸引而来 而此时洛基们也终于意识到 他们的能力并非如此 于是二人一拍结合 决定合力施展控制魔法 眼看阿斯加德不断地被黑云吞噬 老洛基见状则立马施法补上 然而就这样一来二去过后 他体内的魔法终究消耗一空 之后伴随整片天空都被黑云笼罩 一切诡计之神也就这样被瞬间吞噬 好在千军一发之际 洛基终于成功抓住了埃利奥斯的准现 之后伴随一道绿色能量突然涌出 那硕大的黑色烟雾竟逐渐退去 相伴的一座神秘城堡出现在他们面前 等洛基他们手牵手走进传送阵过后 才发现这里连接的正是时间的尽头 而周围环境的恶劣程度 简直比十八层地域还要恐怖 之后就在二人来到城堡外围 那面前的大门却突然打开 随后一个卡通版的时间小姐再次出现 她表示自己是时间守护者的信使 并且提议要和对方做一笔交易 只要洛基他们同意就此离去 那么时间守护者就会将二人送回各自的时间线 不管是灭霸还是复仇者联盟 最终都会被你的轨迹彻底征服 而面对如此诱人的条件 虽然洛基表现得极其兴奋 但最终他们还是拒绝了对方的请求 眼看谈判失败 时间小姐一个闪现便消失在二人眼前 而洛基和希尔维则再次前进 之后通过悠长的走廊 他们终于来到一处破座大厅 相伴的面前的电梯缓缓打开 而出现在他们眼前的正式时间守护者康 他上来就表现得十分热情 并且还邀请二人到办公室里喝一杯 虽然在电梯里他们怎么都看不出对方的特别 可当希尔维一刀下去过后 却发现事情好像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不管他怎么进攻对方都能轻松躲掉 最后还甚至来到电梯外等待二人 虽然过程中洛基表现得极度紧张 但征服者康却淡定地冲着咖啡 并且还示意让二人坐下来谈 而与此同时 老莫这边也找到了审判长 队长将所有时间卫士都引到2018年的一所学校 而这里正是审判长的工作点 这下真相彻底大摆 可洛基这边虽然见到了征服者康 但他们对其却没有任何办法 无奈只能眼睁睁看着对方表演 只见康从桌上掏出了两张宣纸 并且还表示二人所说所做的一切 都是他事先编排完成的 虽然洛基一开始还不相信 但当他看到宣纸上的剧本编排时 这才明白自己刚刚的偷袭行为是多么荒谬 之后康向众人讲述了时间管理局的真相 原来在意外年前 身为科学家的自己还生活在地球 可就是一个偶然的机会 他发现了世界之上竟还有多重宇宙 而就在同一时刻 其他时间线的康也同样意识到这一点 于是他们穿过时间壁便展开了交流 虽然短时间内各个宇宙都在互帮互助 可并不是每个版本的自己都如此单纯 于是那些邪恶的康便开始征战四方 甚至不惜一切占领其他宇宙 从而爆发了人们所熟知的多元宇宙战争 这场大战甚至摧毁了所有的一切 好在关键时刻 他发现了一种能吞噬一切的黑物 而此物正是埃利奥斯 于是他便将其驯服充当自己的武器 接着很快就结束了这场多元宇宙大战 之后为了避免类似情况的发生 康不仅隔离出了一条神圣时间线 甚至还打造出时间管理局 目的就是为了避免分支时间线的产生 所以眼下只有两个选择摆在他们面前 其一就是杀掉自己 那么就会有无数个更加邪恶的康出来发动战争 其二就是他们就此离去 之后回到各自的时间线成为诡计之神 希尔维二话不说就要干掉对方 但却被洛基给拦了下来 他希望希尔维能够冷静 如果对方说的一切都是真的 那么他们不能因为复仇而治宇宙的安全于不顾 可此时的希尔维已经被仇恨冲昏头脑 他认为洛基之所以阻止他杀掉征服者康 是因为他想成为时间管理局的老大 眼看对方压根听不进去 洛基无奈只能尝试用武力制止 于是他们二话不说便打了起来 希尔维一记魔法攻击就将洛基打倒在地 然而就在他静止地朝康走去之时 洛基则扔出桌椅挡住对方 紧接着大步上前跟上攻击 他怎么也不敢相信 就在一天前自己还和女洛基你浓我浓 如今却落到了冰龙相间的地步 此时他们将匕首纷纷放在对方头上 但奈何洛基终究是下不去死守 于是面对希尔维的权力一击 洛基只能用身体挡在征服者面前 他表示自己并不想要文威 因为即便你杀掉了面前的这个康 但还会有无数个康从不同的时间线有处 所以他们目前能做的就是将这火囚禁起来 看着面前热泪盈眶的洛基 希尔维也终于明白了对方的心意 于是他二话不说便玩了上去 可就在他们成功调换了位置过后 希尔维用魔法将洛基推进了传送门 而自己则毅然决然地来到征服者康面前 随后一刀下去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 可大仇得报的希尔维却并没有想象中的快乐 只见他无力的瘫坐在地 而就在他们背后的时间长河内 那神圣时间线拼命铲除分支 甚至在分支上还分裂出了新的分支 很明显一场多元大战即将就此拉开 而回到时间管理局的洛基也意识到大事不妙 于是他二话不说便冲了出去 可此时的时间管理局已经乱作异团 洛基立马找到老诺和队长B15 并且将刚刚所发生的一切全盘拖出 却不料对方压根就不认识自己 甚至还要呼叫保安将其逮捕 随后等洛基抬头望向远方之时 发现时间守护者的雕像竟变成了征服者康本人 很明显他此时身处的时间线 并不是自己所在的神圣时间线 而漫威的多元宇宙也终于就此拉开